我们已经把好久的UHR150和本年的PCS160在这个地方背靠背道进行动力测试 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数据上相差无几 但是在体感上却相差很大 这是为什么呢 两台车的动力测试已经完成了 现在数据已经在我手上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0到100 0到100UHR的成绩是18.96秒 然后急速是108公里每小时 然后这台PCS160是17.44秒 急速是112公里每小时 从数据上来看 这两台车的动力差异数据并不大 但是你以为只是PCS动力大一点点那么简单吗 从我们软件上面来分析来看 我们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测的这两个数据 它们相互来说是差异比较小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看 我们还特意找了一个体重210斤的小胖 它的数据来更加质观一点 从数据上来看 体重更大 功率更小的UHR在0到74公里的时候 它的速度反而要更快的 在74公里每小时之后 PCS加速它就开始反超了 但是PCS在动力上的反超是从40公里左右 它就开始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40公里之后到后面 整个的加速机子都是PCS更大一点点 整个加速器权 UHR的加速机子其实是没有超过PCS的地方 它的特点就是在前段这一块 它的发力要比PCS来的更早0.5秒左右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它们的发动机结构不同 UHR它是一个两气门的发动机 它的这个结构和老款的PCS150 那个结构是差不多的 然而PCS160它是一个四气门的发动机 四气门的发动机在高端的时候 它又拥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爆发力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它们的传动 在发力这会儿是有点不同的 明显从数据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UHR150的发力要明显的 比PCS160更大一点点 从体感上来说 这两台车它的动力水平 就是一个正常的150水平 PCS160在动力上 还是要比UHR大一到两层之间 然后PCS的动力出来的方式 它要明显显得更加从容一点 然后UHR它就要靠好一点 动力的感受就到这里 那么有个问题 就是动力更大的PCS160 在油耗上会不会也更大呢 期待我们下一期的油耗措施